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们又听说偶类萤幕会有烙印的问题 这让他们很困扰 苦苦的挣扎到底该不该换 其实站在老司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换新的萤幕绝对是一件好事 毕竟追求好的体验是人之常情 但是大部分的玩家会把QD偶类跟烙印画上等号 而不太敢下手 关于偶类会不会烙印这件事情 老司机不会跟你讲说他绝对不会发生 毕竟每一个人他的使用情况不一样 发生的几率就不一样 以我这几位例 我们家是用FO48U这一个OLED萤幕来做电视 用了好几年也没有发现烙印的情况 可是我上一支使用OLED萤幕的手机 大概用了一年多 它就出现烙印了 虽然说电脑萤幕跟手机OLED的面板有点差异 可是基本上它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撇除人品跟产品设定这一类无法改变的部分 萤幕有没有相关的机制 跟防烙印设置就很重要了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新一代的OLED 或是QD OLED萤幕 它都会导入了OLED Care这个防烙印机制 以及这个机制里面的技术大概都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才能够降低烙印产生的情况 在深入了解这个技术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烙印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烙印这个东西呢 严格说起来它是一种面板的老化现象 一般萤幕在使用的时候 大多是以动态的画面呈现 例如看电影啊玩游戏啊 或是你至少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你都会有一些动作 可是在某些情况 画面会在特定的位置会有一些静态的影像 例如说电视频道的一个标志 游戏画面的一个快捷列 或是作业系统的工具列等等 这一些静态的画面会一直在那个固定的位置 用同样的颜色跟亮度在呈现 这一种情况呢 对LCD萤幕本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呢LCD它的萤幕 背光对画面的每一个位置 呈现的光源跟亮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颜色只是透过液晶的排列 跟RGB色彩的绿色片的配置来做呈现 所以不会有单一颜色或是色块老化的情况 可是同样的画面出现在OLED上面 情况就不一样了哦 因为OLED是采用自带光源的设计 当画面需要不同颜色 它就会亮不同的灯珠来做呈现 例如说红色它就亮红色 蓝色它就亮蓝色 如果要黑色它就把这个灯珠关掉 作为颜色变化的情况 所以假设萤幕它在特定的位置上 出现某一个亮度比较高的红色标志 这个位置的红色灯珠它就会一直亮着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使用率跟发热量 就会比其他的灯珠来的高 这些发光元件基本上它都是有寿命的限制 当这个特定位置的灯珠以长时间的情况 以高亮度跟高温在运作 老化的程度就会比其他灯珠更严重 而影响它的显色效果跟亮度表现 所以画面上就会出现一个很像浮水印的色彩偏差 这个就是所谓的烙印 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减少萤幕上的静态图片或是元素 以适时的调整它的亮度 这就是OLED Care要做的事情 新一代萤幕的OLED Care机制包含哪些技术 这些技术是透过怎么样的形式来避免烙印 接下来老师机就使用AORUS的QD OLED萤幕 来跟大家做说明 这个OLED Care的选项在OSD选单里面 只要按下萤幕的五项键就可以找到它 包括了防烙印清理 静态画面调按 像素位移 亮度稳定 边界图像亮度 以及Corner Dim等等 这些选项出场的预设纸都是启动的 这样才能事先做好防护 但是呢 玩家他们可以手动调整 让这些设定更符合使用需求 虽然呢 我们希望OLED Care可以在背景默默的帮大家 抵抗烙印的情绪 大家只要轻松的使用萤幕就好了 可是呢 这些厉害的技术 大家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比较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他们的功能 首先是防烙印清理 它会扫描萤幕的每一个像素 分析彼此的亮度差异 并且及时的消除 随着时间产生的亮点或是暗点的变化 确保萤幕的显示效果跟萤幕的品质 当你萤幕使用超过4个小时 防烙印清理的功能 就会在萤幕关闭15分钟 或是显示超过一小时之后启动 启动之前呢 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提醒你不要关闭电源 不要把电源拔掉 这样才能够确保它正常运作 整个轻烙印的过程中呢 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左右 在这个期间萤幕会直接变暗 只有下面的电源指示灯会闪烁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有紧急的需求需要使用到萤幕 只要把萤幕的电源键打开 就可以终止程序 等到下一次时间到了它会自动启动 或是你可以直接进入OSD的选单 手动执行它 第二个技术呢 是静态画面调按 这个技术是透过亮度改变来防烙印 启动它之后呢 它就会侦测萤幕上面的画面变化状态 如果萤幕它的显示内容超过2分钟没有变化 亮度就会慢慢被调整 降低到最高亮度的大概20% 这样可以确保保护萤幕阶神电力 等到萤幕的显示内容改变 例如说它又开始动了 这样它就会立即把亮度再恢复到正常的情况 防止烙印的产生 第三个技术是像素位移 这个是透过减少静态画面的产生 来防止烙印 它会没2分钟 让整个萤幕的像素做随机的切换 可能是垂直啊 水平啊 或是斜角啊 切换1到2个像素的位置 来防止静态的画面长时间显示 然后动态更新萤幕的内容 大家可能会觉得 嗯? 我这样的画面像素切来切去 会不会感觉不太舒服 不用担心 这个微妙的像素位移 人也是很难察觉到的 所以玩家不会背景的改变 受到影响 第四个技术是亮度稳定 这个简单来说 就是自动平均整个萤幕的亮度 这个功能呢 可以稳定的控制整个萤幕的亮度等级 防止萤幕长时间以高亮度的情况来显示 造成老化或烙印的情况 来保持最佳的视觉舒适度 玩家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亮度突然变化 然后就觉得眼睛不舒服的情况 透过这个亮度稳定的设计呢 玩家可以从预设的三个亮度来进行选择 包括高中低 预设的选项呢 是低 适合SDR的内容显示 如果你比较常使用HDR的画面显示呢 建议可以把它调整到高或是中 来提升使用的体验 第五个技术是边界图像亮度 这个功能呢 会侦测固定在那边不动的像素或是文件 例如说像TNN、ESPN啊 这一类新闻频道或是体育赛事转播中 长时间会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标志或是文字栏 像这样子的东西放久了它可能就会烙印 所以透过自动调整这些logo的亮度 甚至把它关掉 就可以防止它长时间出现静态内容的显示 这样就不会有烙印的情况了喔 一般来讲边界图像亮度的高跟低两个选项 启动选项之后呢 会将静态区域的亮度调低20% 这样子的画面的变化是非常小的 所以不太会影响到使用的体验 甚至一般人不太会去注意到它 所以烙印的几率就慢慢的被降低了 最后一个Conor Dim 这个是透过减少萤幕边边角角的一些亮度 把它降低大概15% 来消除萤幕边缘的一些烙印的风险 那这个功能呢不只可以保护萤幕 它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它还可以省电 跟前面的边界图像亮度有点类似 这个变化对使用体验的影响也很小 所以不会有使用起来爽度有影响的情况 透过这些技术 理论上 OLED的萤幕烙印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所以如果有考虑要入手 OLED萤幕的玩家 要特别注意自己要购买的机种 是不是有内建 OLED Care这样子的机制 用起来才会比较放心 如果你对这些技术 你还是觉得不太放心 因为毕竟在真实的世界上 总是会有一些不可抗力的情况产生 万一意外发生了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重点 你的萤幕有没有烙印防固 所以选择OLED或是QD OLED萤幕 一定要提供包含有面板烙印床户的产品保修服务 这样子的保修期限越久越好 以技嘉的AORUS或是GIGABYLE的机种 我们的QD OLED萤幕都有提供3年的保修 建议玩家可以用这个当机准点 如果你想要购买的机种在保固的时间有点太短 甚至它没有防烙印的保固 建议你还是考虑一下比较好哦 今天的OLED Care介绍就到这边哦 希望透过这些说明 可以降低大家对选购OLED萤幕的一些疑虑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影片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在下面 跟我们讨论去拍实验室 你有疑问我来解答 我们下次见 拜拜